以传播中国民族音乐为己任 华音网站 下面出场的是 杨琴中青组一号选手 侯依兰 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这位参赛选手 四号参赛选手 侯依兰 女26岁 汉族 中国音乐学院选送 她说总结半决赛中的经验和不足 决赛 她要用杨琴优美的音色 奏出最美妙的音乐 希望自己演奏的乐曲 能震撼大家的心灵 侯依兰的参赛曲目是 心灵 这是一首新作品 同样限时四分钟 请做好准备 好 计时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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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侯怡兰的演奏 请评委为作品演奏环节打分 下面是极星音配话 我们请侯怡兰选题 我选七号题 七号题 请播放画面 支持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部电影《地道战》 它讲述的是1942年到1944年 日本侵略军在冀中平原进行大扫荡 我们的冀中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一种新的斗争方式 就是地道战 给了日本侵略军严厉的打击 小时候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真是特别激动 那时候希望自己都能够深入其中 参与这场斗争 好 画面播送完毕 请侯怡兰做准备 我们看这场戏侯怡兰怎么体现 准备好 请试译 好 请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谢谢侯怡兰的演奏 我们请即兴音配画组的评委 打分并做点评 这是非常著名的影片 《地道战》里面的一个片段 我们一般称山战 地道战 地雷战 南征北战 我们这一代人 这三部影片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尤其是里面两支歌非常有名 一个就是李宗盛 就地道战 还有一首叫毛主席的画 《记心上》 两首歌非常有名 这个音配画的片段 其实最主要是把握它的节奏 应该是节奏非常鲜密 它不断地在挖 节奏应该非常鲜密 而且应该是动静结合 到最后有一个镜头 我不知道注意到没有 就是他们在听 隔壁是不是有动静 应该稍微地停顿就更好一点 而且什么叫节奏 中国古代的乐论就讲过 这个节奏 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演奏的时候 它叫奏 停止的时候它叫节 合起来就节奏 所以节奏是静止和演奏的结合 动与静力结合 就叫动静结合 张翅有度才真正叫节奏 所以稍微有那么一点停止 静止反而更能增加你的节奏感 好吗 谢谢你 好 谢谢 谢谢彭继向评委 一起来关注侯一兰的得分 作品演奏得分 97.8分 即兴音配话得分 0.6分 新作品加分 0.3分 最终得分 98.7分 欢迎登陆华语网站 对本次CCTV民族七月电视大赛 进行点评与互动 10分 继续